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4日 欢迎收看万维微播 我是Cherry 北京4月25到27日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有大约40个国家首脑或总理出席 其中多数是亚洲国家领导人 美印日欧等大国首脑纷纷缺席 与之前的第一届对比鲜明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 华盛顿将不会派官员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虚荣计划 美大使馆同时呼吁所有国家确保其经济外交 倡议务必遵循国际公认的规范和基准 促进可永续的包容性发展 并增进良善治理和强健经济制度 之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批评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 其中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 以及掠夺性贷款 而全世界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威胁因素正在觉醒 BBC报道指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需要回应国际社会 以及各国对于负债陷阱的担忧 以及解释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透明度 和输出权威意识形态的质疑 除了债务问题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否足够透明 当地人能否直接受贿 以及中国是否通过一带一路输出威权意识 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质疑 路透社透露 北京将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上 对倡议内容做出一些调整 以期平息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不透明 和债务问题的担忧 23日晚 刘强东案一段录音被曝光 一女子与刘的律师对话称 要道歉 要钱 当时女生公开回应 录音中是自己 但内容和声音均经过处理 但前情是 警员曾问如果和借 是否要经济赔偿和道歉 女主表示 但是自己确认了 后来对方律师 四次致电自己说了诉求 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 在美国卷入性侵风波 爆出了所谓未剪辑版视频 北京时间4月22日下午 名为明州事迹的新浪微博账户 发布了两条剪辑过的监控录像视频 4月23日 美联社报道中称 其获取的未经剪辑的完整版视频 不清楚明州事迹的新浪微博账户 背后是谁发布了这两段视频 视频的内容是剪辑过的 但一位刘强东在中国的代理律师 对涉事女性公寓楼中的那段视频评论称 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 美国国安局官员乔伊斯4月24日表示 分享国际情报的五眼联盟国家 不会使用那些对重要的国家基础建设 构成威胁国家的技术 没有一个会在通讯网络的敏感部分 使用中国华为技术公司的技术 路透社报道 英国安全部门的消息是 24日稍早表示 英国将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的非核心部分 但禁止它参与所有核心建设 此一消息使英国与美国不同调 美国曾告诉盟友 不要使用华为设备 忧心这些装置可能沦为中国间谍行动的工具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长马丁表示 任何有关华为的旗舰 将不会威胁五眼联盟国家间的情报共享 五眼联盟是指二战后 英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警组织 该机构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 情报机构组成 陕西汉中张寇寇杀人案司法程序已经完成 陕西高院二审裁定维持汉中法院死刑原判 先案送到中国最高法等待复合 律师普遍认为 为母亲报仇首任仇家多人的汉中人张寇寇恐难逃一死 极有可能被秋后问斩 张寇寇一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此案送交最高法复合后 互联网中文世界讨论生此起彼伏 无论什么平台 支持张寇寇的声音和舆论占了大多数 讨论的焦点是 张寇寇杀人有罪但罪不该死 不少法律人都注意到 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 最终批复合权后 绝少有推翻地方法院死刑原判发回重审的 成功不必在我 功成我在其中 不少法律人都在努力做最后冲刺 中国毛派领军人物张鸿良博客中写道 天理熄灭黑暗降临 法院做出二审判决 维持张寇寇死刑的判决 天理熄灭了 最终的报应 或将不可避免 美司法部24日发表声明称 前美国国务院雇员坎迪斯·玛利·克莱伯恩 承认阴谋欺骗美国 他从两名中国代理人处收受数万美元的利益 为他们提供国务院内部文件 司法部称 克莱伯恩被控向执法人员撒谎 隐瞒了与中国代理人的多次接触 和收受他们的礼物 这些礼物包括现金等 一些礼物直接提供给克莱伯恩 还有一些礼物则提供给他的一位家庭成员 作为回报 他提供了国务院内部文件的副本 涉及的主题从美国经济战略 到两国间的政要互访 克莱伯恩于2017年3月28日 接受执法调查后被捕 司法部说 他面临最多五年的监禁 而仅仅前一天 美国司法部起诉 通用电器公司一名前任华裔工程师 和他在中国的生意伙伴 控告两人进行商业间谍活动 并把资料供应给中国政府 联邦检察官形容此案是 商业间谍的教科书例子 韩国三星推迟折叠手机的上市时间 这对于老对手华为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如果华为能够早于三星推出折叠手机 则有助于挽回品牌形象 韩联社22日报道 三星电子决定无限期推迟其下手款 折叠屏手机上市时间 此前三星折叠手机被曝出 仅使用一两天就出现屏幕破裂 死机等问题 三星电子回应称 公司将彻底调查问题原因 拿华早报24日报道 三星推迟折叠手机上市时间 这对中国通信巨头三星老对手华为来说 是件拍手称快的事 华为此前曾宣布将于7月份推出折叠手机 如果华为能够早于三星推出折叠手机 这对提高华为的形象有很大的促进效果 但前提是 华为的折叠手机技术上要过得硬 特别检察官穆勒的通俄报告 公开后显示总统川普没有勾结俄罗斯 白宫与美国媒体的关系再次剑拔弩张 23日 川普在推特上连多翻贴文 矛头直指纽约时报 要求对方就针对他的通俄报道认错 川普在天文称 纽约时报为全民公敌 并要求纽约时报向2016年大选后向他道歉一样 但这次要跪下来求他原谅 纽约时报回应称 未曾向川普道歉 而且全民公敌这词错误又危险 使用者一般都希望控制公共信息的独裁者和暴君 川普同时批评纽约时报为纽约假新闻时报 同时指责专栏作家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愚蠢 撰写虚假和高度不准确的东西 明明市场指数会创纪录 克鲁格曼却说市场会崩溃 美国加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24日宣布 NASA的机器人探测器洞察号 感测到了来自火星内部的正波讯号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在地球以外的行星上 发现类似地球板块运动的震动 NASA洞察号去年底成功登陆火星 经过128个火星日 约地球上5个月的任务之后 终于感测到了火星震动的讯号 现在科学家要烦恼的其中一件事是 在地球上的震动为地震 那火星上的震动是否该称为火星震 实验室表示 科学家仍在研究现行数据 希望最后可以确定信号发出的确切原因 但是震动似乎起源于火星内部 而不是来自地表上方的力量 例如封锁引起的 报告也指出 火星表面在4月6日上发出震动信号 与地球相比来说非常微弱 同样等级的震动在地球上相当频繁 对地球人来说可能早已习以为常 但在火星上却是记录到最剧烈的一次 美国总统川普24日表态 国会民主党人若对他提出弹劾 他将奋战到底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但这可能有点困难 因为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都表明 最高法院不能干预弹劾程序 穆勒的通俄门案调查报告18日公布 其中列出川普有十余起事件 支持有关他妨碍司法的指控 但穆勒对这些事件是否构成犯罪 不愿下定论交由国会决定 按照美国现行三权分立制度 弹劾权是立法机关制止总统为恶的权利 国会众议院有权弹劾总统 也就是正式对他提出指控后 而后要由参议院判定他是否有罪 美国宪法对国会弹劾权的规定很清楚 1993年曾有个弹劾法官的案件 考验上述原则 当时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通过 最高法院不能干预弹劾程序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旅行 nesse后期再见 他会用 ene